学习完了增值税的肖像税额部分 接下来我们往后进行 来进入镜像税额的这个模块 那镜像税额应该说它的考点非常非常的多 比如有正向的 哪些镜像允许抵扣抵扣多少 还有反向的哪些不得抵扣 那不得抵扣如果我抵过了 怎么样去做镜像税额转出呢 等等这些问题 我们一会都会展开来说 但是先不着急 咱们再次强调一下吧 就是肖像和镜像之间的关系 这事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说到了呼应和配比 比如说A卖货卖给B 那么A要计算肖像 而对于B来说呢 这个就是镜像 所以A作为卖方的肖像 跟作为买方的这个镜像 基本上是呼应的关系 通常他们是一致的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啊 好另外单纯的站到某一个纳事人的角度 比如B他买进来东西有镜像 那将来他再卖出去就必须要产生肖像才行 也就是说未来有肖像 那现在的镜像是允许抵扣的 那如果未来没有肖像 抱歉现在的镜像也不允许抵扣 即便是你以前抵了 现在也要给他转出来 就是不得抵扣了 所以肖像镜像的关系 会一直影响我们的税额计算 这个思路咱们一定要清晰啊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具体内容 首先看的是第一个模块 准于抵扣的镜像税额 那准于抵扣的镜像可以分成两大类 咱有评票抵扣 还有计算抵扣 它们是略有区别的 所谓评票抵扣 就是说你买进来货物 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能拿到特定的票据 这个票据上本身就已经 劣势了这个税额是多少 我们按照票面上所著名的税额 来进行一个进项抵扣就可以了 但是这对票种是有要求的 一会咱们要认真地看一看 那接下来计算抵扣 就是说我们取得不了 前边所说的那几类票 但是我们能取得别的形式的票 那这个呢 我们政策上允许你去抵扣 你可以按独特的一种算法 自己算出来一个税 来进行抵扣计算 这是两类这个抵扣规则 分别来看一看详细的内容 首先是平票抵扣 一共有五项 我们可以把它分一分 分成前三个叫老三样 而后两个呢 我们叫它新两样好了 因为它是后来者 那先看第一种票 就是从销售方取得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意啊 增值税专用发票里边 包括这个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也就是说 我买车拿到了这个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照样可以凭上边著名的那个税额来做抵扣 它跟咱们通常所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那个格式是不太一样的 但它属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种 另外就是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般纳市人能开 小规模纳市人也可以开 这点要格外小心 比如说我买一批货 这个货啊 是从一般纳市人那买的 那他给我开一张票 价100 税13 价税合计113 那如果我拿到的是小规模纳市人的 这个专用发票呢 它上面就得是价100 税3 因为如果他开专票 现在卖货的话是3%的征收率 开了专票就得交税了 但是他开普票其实是可以享受免税的 这是我们说的 两类纳市人都可以开这个专票 但是专票上的税是不一样的 一般纳市人一般计税 你开出来的是税率的那个票 而这个减一计税情况 开出来的是征收率 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结合 这个业务种类货物种类自己去判定 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吧 说我们接受了一个运输的服务 运输服务 假设价是100 马上想如果是一般纳市人那的运输服务 价100那税应该是多少 交通运输服务 房地产交邮机是9% 那税就是9 而如果是小规模纳市人给开的 这个运输服务的专票呢 价100的话 税就是3是吧 所以以此类推啊 这个具体的业务 咱们要具体分析 他的这个票啊 到底是谁开的 然后什么样的业务 对应什么样的这个税 或者是征收率 接着再来看第二类票 就是从海关取得的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也就是我从国外进口货物 需要在海关这交一个增值税 那交了这个增值税 对于我来说 它就是一个镜像啊 如果我从国内买货 那是能拿到专用发票 我凭专用发票来抵 如果从国外买货 我在海关交了税 我就凭这个增值税的专用缴款书来抵好了 反正都是有镜像的抵扣凭证的 在这儿特别要关注一下 进口货物 咱交税的时候 一定是是用税率 绝对不用征收率的 你看前边开专票的时候 咱说了可能是税率 也可能是征收率 取决于是谁开的票 是怎么样的继税方式 但是这儿必须用税率 那货物的税率 要么13% 要么9% 关键取决于你进口的是什么货物 比如说 咱们的这个农产品是销售的话 用9% 那进口它也一定是9% 销售和进口的税是一模一样的 这点一定要关注 关键取决于货物 是不是在我们列举的那个范围内 列举内的就是9% 其他的都是13% 另外咱们学税收优惠的时候 还学到了 说进口一些个药品 咱们是只按3%来计税的 但是注意 那个也不叫征收率 他只是税率给优惠照顾了而已 那个不是主流 主流还是13和9 再有就是 如果我们是找别人代理进口的 那这个进口的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 有可能写了两个名字 就是委托方 首托方都写上了 那谁来做进项抵扣呢 这儿谁取得这个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原件 谁来抵扣 好了 考试的时候不用想那么多 考试的时候 我A进口的货物 A来抵就行了啊 考试会单纯化这个环境的 好 接着再来看第三个票据 就是从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处 购进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 无动产取得的完税凭证 举个典型的例子 美国的ABC公司 向中国的假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收费106万 那这时候我们考虑这是一个境内业务 提供方接受方有一方在境内 就是境内业务了 那需要扣缴税款 就是支付方假来扣缴好了 拿这个含税金额106除上1.06 再乘上6%就是我们应该扣的税 交完这个税以后会有一个完税凭证 那注意对于我们假来说 是不是就是进项税的性质啊 那如果我找一个境内的咨询公司 他就能给我开出来专票 他能开一张 假 100 税6的专票 我是凭专用发票来抵这个税的 但现在我找了一个境外的咨询公司 ABC 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在中国照样也要交6的税 我已经帮他扣缴完了哈 拿到了完税凭证 对于假来说 照样是抵这个6的镜像的 再有这儿也要关注 就是扣缴计税的情况下 一律用税率 绝对不用征收率的 因为之前给的扣缴公司 他这个里边就是税率 默认对方都是一般老实人 这个样子 绝不用征收率 跟进口是一样的 再有就是 这个地方咱们光凭完税凭证 其实还不能够完全证实这个业务 所以他需要有一些佐证 比如说我们家跟ABC 签的什么书面合同 还有付款证明 境外对账单 或者发票这些 但是考试的时候 照样是单纯化环境 他不说这些 我们也默认都是有的 都是可以正常的底的 就可以 那前面咱们说的这三类票据 就是那个老三样 也就是一直以来都允许 作为这个抵扣凭证存在的 这个老的票种 那接着后来陆区又加进来的这新两样呢 也是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那它是18年起可以抵扣的 还有就是旅客运输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它是19年4月1号以后才可以抵扣的 所以我们管它叫新两样 就比较新的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它都是电子普票 以前咱说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 但是现在电子普票也行了 那一定要注意是电子版的哟 如果是那种非电子版的普票 那个是不行的 必须得是电子版的普票 而且强调的是 收费公路通行费和旅客运输 你别的电子普票也不行 项目咱也要搞清楚 再有就是这块通常不需要咱们自己去计税 考试会直接告诉你税额是多少 拿过来抵扣就行了 知道它是在我们允许抵扣的范围里就够了 重点把握的还是老三样 这是评票抵扣的基本内容 然后接下来我们往后来看一看计算抵扣 计算抵扣这也是五项 但是由于你拿到的这个票上 并没有写明税额是多少 所以必须要咱们自己亲自动手算一算 算出来的这个数拿过来抵扣 好了 那你就要知道它到底怎么去算 每一个都很重要 先来看第一种情形 说的是免税农产品它的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 这个上面的税我们是拿买价去乘9%或10%的扣除率来计算得出 去抵扣的 那一说免税农产品马上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就结合税收优惠来想呗 它应该是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的那个票 对吧 比如我是农民我卖自己这个种出来的玉米 我是农场我卖自己养出来的鸡 这叫免税农产品 那这儿会有什么发票呢 如果我是农场 那我自己就有开票的资格 我开销售发票好了 另外就是如果我是向农民来收购这个东西 那我可以反过来给他开收购发票 所以注意啊 收购发票是非常独特的 是这个买方 相当于向卖方来开的 是不是方向不一样啊 通常咱的发票都是卖方开的 但收购发票是买方 是收购方来开的 那这两类发票 它上面就一个数字 比如说我们向果农收购了一批这个苹果 那这个苹果上面就一个买价 价设是100 那你说这个时候 对方有没有这个算过肖像税 没有啊 因为人家是农业生产者 销售自产农产品是免税的 对吧 那这个票上根本就不可能有税 那么问题就来了 卖方如果他没有交过税 那咱买方能抵金像吗 刚刚咱不才说了吗 肖像和金像有呼应的关系 卖方的肖像通常就是买方的金像 对吧 但是现在马上就打脸了 你看卖方他明明没有肖像 可是我们这人为规定 买方你去虚拟出来 你去算出来一个金像来抵扣好了 怎么算呢 让你拿买价直接乘9%或10%的扣除率来算 通常咱们就是扣9% 那100乘上9% 我做9的金像抵扣好了 那剩下的部分呢 我一共花了100 有9做了金像 那剩下的那个91的部分 就计成本好了 反正金像和成本 它们加一块就是100 就是我总体为了买这个东西而付的代价 好 那为什么会让他虚拟出来一块金像呢 原因就是我们考虑到增值税是链条税吗 是吧 我这买过来这个农产品啊 我接着可能还要卖呢 你看 我买这东西的时候 对方确实是没有交过税 那如果我这也没有镜像的话啊 那将来我再卖 我是不是就只有肖像了 将来再卖只有肖像 没有肖像 是不是链条就断了呀 假设我收购过来的苹果 直接转手卖出去 卖了150 那将来我要按照150去乘9% 算肖像 没有镜像 却富太高了 所以在这呢 我给你虚拟出来一个这个镜像好了啊 就是让你拿100去乘上9% 来让你抵9个镜像 这样你卖的时候卖150 你在150乘9%啊 你去算肖像 最后肖像减镜像去算税 是不是正好体现了增值那块 又税负啊 这不就很完美了吗 所以虚拟让你算出来一块镜像 是这样的目的 是为了降低你的税负 是因为你还要继续往下去让它流转 好 还会有肖像产生 那接着问题又来了 一般情况下咱是扣9% 那什么时候扣10%呢 就是如果你卖它的时候 你是13%的税率 比如说我把买来的水果 做成了水果罐头 将来卖掉它呢 我要用13%的税率了 在这时候你看 我的肖像这么大的数 对吧 肖像这么大 如果镜像还是只让我抵9% 是不是也有点少呀 那干脆咱就让你抵10%好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 这个买免税农产品是让我抵9% 但是你身家供13%税率的货物 我让你多扣一个点 让你扣到10% 是这么一个情形 所以在这儿啊 你现在是不是把这免税农产品的票 计算抵扣的这个原理 告清楚了 一会儿咱们还会对它展开来说 所以现在啊 点到为止 咱们先到这个程度好了 接着 再来看第二类这个计算抵扣的凭证 就是乔闸的通行费 乔闸通行费 咱们应该见过哈 就一张这个小长条 或者小方块的这么一张票 上面写着过桥费 什么过闸费 15 20 那这个票上当然没有写税是多少咯 但是现在我们规定 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个税出来 去正常的抵扣 就是拿发票金额除上1.05 乘上5%好了 所以这15块啊 除上1.05 乘5% 这就是允许底的这个镜像 其实我们可以反向的想一想 那个收乔闸通行费的单位 他要不要交增值税啊 要交的是吧 咱说了 像停车费啊 过路费啊 这些 那都属于不动产的这个经营租赁 不动产的经营租赁 那他正常 如果说一般计税 应该是9%的税率 那如果他减一计税呢 那就是5%的征收率咯 在这我们默认 他们都是减一计税 所以他交了5%的税 那对于咱付费方来说 就可以抵5%的这个镜像 你看 出于这么一个原理 是不是又跟之前说的 肖像镜像那个关系 无应上了 嗯 他是这么算出来的 那接着再来看 航空运输 电子客票 形成单 他跟后边的铁路车票 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啊 一起看 其实他们都属于那个旅客运输 是吧 都属于旅客运输 旅客运输 注意啊 咱们是从19年4月起 才规定允许你去抵扣的 那这块呢 你能拿到的票种 其实很多 比如说咱们的员工出差啊 去乘坐飞机啊 什么火车啊等等 他可能啊 能拿到增值税专用发票 那就凭票来抵扣 或者他拿到的是 旅客运输增值税 电子普通发票 他也可以啊 凭票来抵扣 也有可能他拿到的是 这个行程单 铁路车票 公路水路的客票 这个呢 咱们也可以让他抵 但是这三种票里呢 他就没有直接标明 税额是多少 需要自己动手算一算了 好 那怎么算 大家要清楚 比如我们坐飞机 拿到了这个航空运输的 电子客票行程单 是拿票价加上燃油附加 除上1加9% 再乘9% 来算进项的 这个其实也非常好理解 你站到航空公司的角度来说 航空公司卖票 他到底怎么交税的 怎么算肖像的呀 就是怎么算的呀 是不是 他票价款 还有收的燃油附加 作为价外费用 都要计税 而航空公司 他不可能是小规模纳税人嘛 是不是 他肯定是一般纳税人 用9%的税率 所以他既然算了这么多肖像 那这个咱付费方 当然就抵这么多镜像了 很说得过去吧 但是要小心哦 这儿燃油附加要寄进来 可是这个机场建设费 不作为销售额 咱讲这个销售额的时候 就说过 机场建设费 还有什么代收转付的 一些其他航空公司的客票 这都不是咱们航空公司的 寄税依据 是要把它们给插掉的 所以就是票价和燃油附加 来寄税了 接着铁路车票 铁路公司当然也是一般纳税人 不可能是小规模吗 这儿呢 我们比如坐了一次火车 票面金额500块 那这500块肯定是含税金额 要价税分离 除一加9%再乘9%好了 那公路水路客票呢 是不是也跟这一样啊 注意不一样 它是拿票面金额除上一加3% 然后乘上3%的 那为什么航空公司 还有铁路公司这块 寄税都是9% 到了公路水路这儿 咱们就成了3%了 注意啊 咱们是从事公共交通运输的单位 它可以选择减一级税 哪怕你是一般呢 虽然你也可以减一级税 减一级税的时候 用的征收率就是3% 也就是在这儿 我们默认这些公路水路的单位 他们都是减一级税 都是这么来交的税 那当然对于付费方来说 你就只能抵这么多的这个镜像了 在这儿这个税率也好 什么征收率也好 都有不同的意义 咱们要结合那个收费方的角度来考虑它 这样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这就是我们计算抵扣的几种情形 一定要掌握这算法 然后接着 对里头的一些细节 咱们再说一说 首先就要强调这个旅客运输服务 它的镜像税额抵扣问题 这块呢 是从19年4月1日起 才允许抵扣的 在此之前 旅客运输是不让抵镜像的 抵不了 现在可以抵了 是不是所有的旅客运输都可以抵呢 不是的 国内的旅客运输才允许抵 国际的还是不行 比如咱们单位的员工 从北京到上海出差 他拿了一个这个机票行程单 这块咱让你抵镜像 但如果说咱从北京 飞了纽约 你说这张票能不能抵镜像啊 不行 国际旅客运输是不允许抵扣的 为什么呀 你可以想象 比如说咱们做的是 这个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 那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从北京飞纽约要交税吗 不需要呀 因为咱们境内的单位 你去做一些国际运输业务 它是属于零税率的范围呀 它根本就没有交过税 那当然对于付费方来说 就不允许去抵扣镜像了 所以这儿啊 允许抵扣的只是国内的旅客运输 那国内旅客运输 是不是要有票据的要求啊 刚才咱们也提了哈 可能会有三种票据出现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这两类咱都是平票抵扣的 都是开单位抬头的哈 咱正常抵那个票面上 所著名的税额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拿到这个航空的行程单 铁路的车票或者公路水路的 这个车票怎么办 那就计算抵扣呗 其中航空的铁路的是9% 公路水路的是3% 咱计算一下 那个进项来抵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这些票啊 咱们需要著名旅客身份信息 才行 为什么 如果没有著名信息 那我知道是谁做了吗 不知道哈 那你跟我们单位有关系吗 会不会出现这个造假的可能 就是我们单位去那个什么 汽车站之类的去连点票 那是不是都可以放到我们单位 来做进项抵扣呢 那当然不行 票上得著名身份信息才行 而且这个人 得是跟咱单位有关系的人 都什么人呢 要么是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 就是咱们单位的合同员工 或者是接受劳务派遣的员工 别的劳务派遣公司 把员工派到咱们单位来了 在咱们这上班 那么他也行 但是总之得是自己人才行 外人的这些行程单 铁路车票 公路水路客票 是不认的 比如说 咱们单位 从外边聘请了一个老师 过来讲讲课 或者咱们 把这个审计师啊 请过来 来咱们单位这个考察一下等等 那这些通通啊 他们的这些票据 是不允许在咱们单位 做镜像抵扣的 当然有同学说了 能不能在咱单位报销啊 那报销是你会计上的一回事 咱这说的是 这些票 它能不能在我们这儿 做镜像抵扣 好注意 自己人才行 外人不行的 要注意审题 到时候一个个去确定啊 好接着 看完了这个旅客运输的了哈 再到这个难点内容 就是农产品的镜像税额抵扣 这块呢 农产品的镜像啊 特别麻烦 我们总结了这么一张表格 但是你别小看这张表格 虽然看起来就一夜 但是咱们要讲好半天 就是因为它事复杂 哎 情形呢 不那么容易理解 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都能跟上我们的节奏啊 一点都不能落下 千万别刘号走神啊 好 那咱们分析一下 说农产品的镜像 抵扣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一个情形了 就是我们从农业生产者那儿 买它自产的这些免税农产品 是不是会拿到什么收购发票 或者销售发票呀 那这个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 咱怎么来抵扣镜像呢 一般情况就是拿这个发票上的买价 乘上9%来抵就行了 那么假设吧 咱举一例子啊 我们从农业生产者这儿买农产品 拿到了销售发票 或者是我们给它开了收购发票 上面就注明一个买价 100 那我们能抵的镜像是多少 能抵的镜像就是100 乘上9% 就是9 咱不说身价工的事啊 咱就是假设买进来 转手卖出去这种 没有身价工 那镜像是这么多 成本是多少嘞 成本就是抵掉的镜像之后的金额呗 你一共花了100 由9做了镜像抵扣 剩下的91% 就是成本 当然有同学说了 如果他身价工了呢 如果他身价工了 那你镜像就多抵一个点 就相当于你抵的是100乘上10% 抵了10 那成本呢 成本当然就少了 成本就变成买价的90% 就变成了90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镜像和成本是一个此消彼党的关系 镜像抵得多 那成本就自然变少了 但是无论如何 在这个情形下啊 你的镜像加上你的成本 一定是你总体的买价 因为你就花了这么些钱 对吧 你再怎么分啊 也只能分出去100 所以这个关系要搞清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刚才咱们说第一种情况 其实你是从生产者这 卖的农产品 那接着如果我从经营者那买呢 后边两项其实说的都是经营者这 经营者销售农产品 是什么政策呀 经营者卖农产品 那如果我是一般纳税人 就正常的是9%的税率要交税呀 是吧 农产品是低税率 倒是不用13% 但是按9%要去交税的 好那如果是个小规模纳税人的经营商呢 那就减一计税 用3%的征收率呗 那咱们还是举例子来说明 如果我们是从一般纳税人的经营商这 买了一点农产品 那会拿到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面注明 价100 税9 好那这种情形下 你说我抵多少的镜像啊 我的镜像 那就应该是票面上的9倍 就是票面上的9 那成本呢 成本就是剩下的 100 就这个样子吧 好那接着 如果我再去深加工怎么办 如果我去深加工13%税率的这个货物 是不是又可以多抵一个点呀 多抵一个点怎么算呀 注意多抵谁的1%呀 注意是100的1%啊 也就是说我们镜像可以这样算 就是100乘上9% 如果允许你这个多抵 那就是 在多抵上一个点 那就是100乘上10% 你抵10去 好那如果镜像抵了10% 是不是和你的票面上就不一样了呀 你看 如果我们镜像抵的是 10 那我们的成本是多少 成本就会变少嘛 你成本就不再是100了 你要减去那个多抵的1的镜像 也就是成本就变成了99 反正你加起来 99加10 一共是这109 因为你合计金额不就是109吗 对吧 又是我们说的那句话 这个镜像和成本是一个死消彼长的关系 对吧 反正你这两个数加起来 就得是价税合计金额 它不能多出来 这是咱们向这个经营者这 买进来农产品的情况 如果对方是一个一般纳税人 那我们拿到的是一般纳税人开的专票 上面的税就是9% 那正常我们就是抵这个9% 但是身加工13%税率的产品 是可以多抵一个点的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 那如果说我是从国外进口的呢 从国外进口的农产品 那就在海关这交9%的税呗 其实性质跟咱们从一般纳税人这 这个经营者这买的东西是一个道理 上面的税都是这个9是吧 所以他俩一样 咱就不多说了 接着再看一个特殊的 就是我从3%减一级税的小规模纳税人这 买的这个农产品 也是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那我怎么抵这个进口呢 在这儿大家要关注一下啊 他这儿能拿到的票是什么样子 我们画到这儿啊 如果我是从小规模经销商这儿买的 那价100 税是多少呢 3 当然他如果是享受了免税 那他开不出来这个增值税专用发票 那我就不能抵进口了 也就是从小规模这儿拿到普通发票 是经营者的普通发票 他不能抵扣 只有从农业生产者这儿 你买这个农产品 拿到的这些个销售发票 收购发票 他才允许去抵 否则呢 咱要求必须得是专票才行 现在我能拿到专票了哈 那我抵多少金像呢 是不是抵这个票上的3呢 不是的啊 不是的 在这儿我们是拿发票金额去乘9% 这所说的发票金额都是那个不含税价啊 都是不含税价 也就是说明明这个票面上这个税是3 可是在抵扣的时候我们却可以抵9% 你9这么多 那成本是多少呢 你看一共我花了103 对吧 价税合计一共103 那其中有9做了进项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成本呗 就是94 看到没有 咱说进项和成本此消彼长 合起来一定是我们价税合计的总金额 对吧 好那如果说我们可以这个身价工多扣一个点呢 又是什么状态呀 那这时候多扣一个点 你的进项就是100乘上10% 你抵了10的进项 那成本自然就又少了1咯 就是103减去10 也就是93 但是总的金额一定是103 好这样我们就发现了 确实老师之前没有框你吧 我说这个肖像和进项啊 他们通常是一个呼应的关系 但是有的时候也不是的 你看明明这个小规模那是人啊 他交了3的这个税额 但是我们这抵的时候 却可以抵9或者是10 是吧 哎 他不一定是完全的一个呼应的关系 这点咱们要搞清 这是关于农产品比较特殊的几个情况 然后接着在这还有更特殊的呢啊 比如咱们是从批发零售环节购进 免税蔬菜和部分鲜活肉蛋产品 那这儿取得普通发票 请问买方能抵近项吗 哎是不行的 因为批发零售环节 他不也是经营者吗 那从经营者这儿取得的普票是不认的 好吧 不认的 这是无让抵近项的 也就是说 你从菜农那儿 你去买蔬菜 那你有这个收购发票 销售发票 你可以去抵近项 但如果你从批发商 零售商那儿去买蔬菜 那你拿到的那个普通发票 他就不能抵近项 所以是不是鼓励你去像菜农那儿去买呀 你从那个源头上去买 好 这是一个啊 然后接着 还有部分行业 他根本不用咱们这一套 这个镜像抵扣规则 他有额外的一套方法 回头我们有个小专题 会专门说它 叫农产品 尽项税额的 核定抵扣试点 那个铃铛别论 咱先不管它啊 目前为止 你先把这个事搞清楚 好吧 咱们再梳理一下啊 再给大家捋一捋 这个买农产品呀 你要看 从哪买的 如果是从生产者那儿 买的免税农产品 其实对方没有交过税 但是我们可以人为的 计算抵扣一下尽项 就是按买价的9%或10%来做 进项抵扣 那如果是从经营者这儿买的 这个农产品 那他肯定就是要交税的 那我们拿到了专用发票 可以抵扣进项 但是抵的时候要注意 如果是从一般纳税人这儿买的 或者说进口的 那我们可以抵9% 如果身加工 再抵10% 这是算法 如果抵9%的时候 那就跟票上 著名的税额一样了 但是多抵一个点的时候 跟票上还是不一样的金额 接着 从3%减一继税的小规模这儿 取得了专用发票 他这个抵的税额 就跟票上的税额对不上了 因为票上是3% 到我们真正抵的时候 抵9% 或者是10% 那镜像和成本之间 是此销彼涨的关系 但是合计起来 一定是你为了买这农产品 一共付的总金额 他不能多出来金额 而且我们强调 这儿呢 你该拿专用发票 必须得拿到专用发票才行 如果你从经营者这儿买东西 拿到了普通发票 这普通发票是不允许抵扣的 好吧 包括从小规模纳市人这儿 如果他享受了免税优惠 他给你开了普票 那个也是不能做抵扣的 必须得是专票 普票不行的 这就是农产品 尽向税额抵扣 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我们 举的这些例子都去看一看 如果暂时你还不太清楚的话 你先给他放慢速度 或者说暂停一下 自己琢磨琢磨 然后呢 再接着多梳理那么一两遍 希望你是要在第一个阶段 就把它搞清楚的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 说这个9%和10% 我到底怎么去扣啊 我还有点疑问是吧 注意啊 咱们买农产品的时候啊 先让你抵9% 好吧 这个只要符合抵扣规则 买进来我就让你扣9% 那什么时候扣那个多余的1%呢 是 领用是 因为刚买这农产品呀 咱可能用途还不确定 比如说 我买了这农产品 我可能将来直接卖掉 也可能去生产罐头去 不一定 那我就先买进来 抵9% 等什么时候 拿它去领用 去生产罐头去 领用这个时候 再多扣1% 不就行了吗 所以它是分两个阶段 实现扣10%的效果的啊 不是一下子上来就扣10% 除非我是买进来 马上领用 那我就直接扣10% 否则是 先扣9% 不扣1% 一共扣到10% 好 那将来我在扣这1%的时候 你说怎么扣我这个 好像算法上 我还是有点问题啊 他这给了一个公式 说加级扣除 也就是多扣1% 那个镜像 是 拿当期生产领用的农产品 已经按规定扣除率 或税率抵扣的税额 也就是 你领用的这些个农产品 已经扣了多少税了 好 然后用它呢 去除上税率或扣除率 也就是这个什么 9% 然后你再去乘上1% 好了 这就是加级扣的那个1% 好 可能大家还是不那么清楚 那接下来看到题目吧 说22年1月 甲食品厂是一个一般纳税人 购入了免税农产品 桃子一批 取得农业生产者开具的销售发票 注明买价100万 当月领用了60万的桃子 用于生产罐头 那它镜像应该抵多少呢 首先我们买进来这个桃子 先不管它用作什么 我们都是可以先抵9%的 所以这个免税农产品 凭这个销售发票 或者是收购发票 按买价直接成9% 这是我们底的第一块的景象 那紧接着领用了60万的桃子 用于生产罐头 也就是用于身加工13%税率的货物了 那这一块我们就可以多扣一个点 那多扣一个点怎么算呢 按照刚才给的公式 那我们应该先知道 这个60万的这个桃子 它原来抵过多少的税 原来抵的时候 那肯定抵了它的9%嘛 所以60乘上9% 它原来抵了这些税 是按多少的比率抵的 是按9%的比率抵的 那我们一除9% 是不是就把它原来的那个买价 给算出来了 然后我再多抵一个点 就直接再乘上1%好了 这样最终的结果 我抵的镜像就是9.6 这是一个算法 但大家会想 这是不是多此一举了 这乘了一个9% 还除了一个9% 那干脆我减挂一下 我直接这样 我先拿100乘9% 因为买进来的全部的这个桃子 我都可以先抵9% 另外领用的那些桃子 我可以多抵1% 那我又知道领用了60万的桃子 那直接在60乘上1% 不就行了吗 确实如此 结果是一样的 但如果这题目 人家不告诉你说当月领用了60万的桃子 而是告诉你说当月有一批桃子领用用于生产罐头了 那这些领用于生产罐头的桃子 它已经抵扣了多少镜像了呢 已经抵扣了60乘上9% 已经抵扣了这么多 它告诉你这个数怎么办 它告诉你这数 那你就得拿它过来再除9% 然后再乘1%去算 是吧 所以说他这呢 关键还是要看题目怎么给你这个提法 其实做法是有很多的 那有同学还想到了一个方法 我这么做行不行 你看啊 我买进来了100万的桃子 那其中有60万的用于生产罐头了 那这个我直接扣它10% 而剩下的呢 有40万 我就没有去领用生产罐头去 那就正常的扣9%好了 当然这样也行 但是你想想啊 咱们合理的操作应该是什么呀 合理的操作就是 买进来我先扣9% 对吧 至于它什么时候被生产领用 那个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是本月 也可能是下月 也可能是明年 对吧 所以 严格的按照公式这个来算 其实是最合乎常态的 但是考试的时候 你说哪个方法 如果说可以用 那咱们也可以简化 好吧 这是关于这个农产品 加计扣除的那个 1%的处理问题 好 这样咱们把这个 基本上的 这个评票抵扣和计算抵扣里边的 这个情况就说完了 但是接着 还有几个具体业务 它的进向抵扣问题 咱们需要再说一说 这些内容呢 没那么重要 但是呢 也可以出小题啊 所以也要看看 这强调的一个就是保险服务的 进向税额抵扣 也就是保险公司 咱们属于金融服务 那金融服务这个里边 6%的税率要算税 如果说我们有财产保险 人身保险 那这保费收入正常都是应该交税的 那接着 说我们有可能 要给人家理赔 我要买一些个这个什么 修理的服务 那我能不能做进向抵扣啊 在这儿 咱们就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了 来看 不一样的啊 说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 以实务赔付的方式 承担机动车车辆保险责任的 自行向车辆修理劳务提供方 购进的车辆修理劳务 它的进向税额是可以抵扣的 这是一种 然后接着又说 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 以现金赔付方式 承担机动车车辆保险责任的 将应付给被保险人的赔偿金 直接支付给车辆修理劳务的提供方 不属于保险公司 购进车辆修理劳务 其进向税额 不得从保险公司的销项里去递扣 这个好像完全咱们看完了 也没有完全理解是吧 接着我们举个例子吧 就会好懂一些 假设我们是一个保险公司 人保吧 人保我们承保了这个 假公司的车险业务 那现在假公司的一辆车出险了 那我们就要给他去这个理赔啊 那理赔的模式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食物赔付 简单的说就是修车 好你车不坏了吗 我负责帮你修好 花多少钱都没事 那这儿呢就有一个修理厂存在了 现在为了给这个车修好 那我人保就付给修理厂一笔修理费 那修理厂就给我开了一张这个劳务的专票 那你说对于保险公司来说 这个劳务的专票可不可以做镜像抵扣啊 当然是没问题的了 是不是 没问题 因为这就是我买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嘛 正常抵扣 这是第一种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现金赔付 也就是说你的车出险了 出险了呢 我给你估一个金额 给你赔钱 对吧 赔钱 本来这个钱呢 应该直接给你假公司 但现在我直接打给了修理厂 那请问这个时候 那个修理的费用 能不能在我保险公司这 做镜像抵扣啊 就不行了 因为理赔的这个方式不一样 你负责修车 那个支付的修理费 是你的镜像 你负责赔钱是吧 那你哪怕是赔给修理厂 但这儿镜像也不能抵扣 要注意这关键词 另外就是 纳税人提供的其他的财产保险服务 也都笔照这个规定来执行就好了 好 这是保险业务的问题 然后接着 再来看一看 其他镜像税额抵扣的规定 也没那么重要 简单看一看 说纳税人自办理税务登记 至登记为一般纳税人期间 未取得生产经营收入 未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 简易计算应纳税额 申报缴纳增值税的 其在此期间取得的 这个增值税扣税凭证 可以在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 来抵扣镜像 比如说A公司 22年1月取得这个工商执照 然后办理了税务登记 但是他刚开始登记了 因为也不知道销售规模什么的 所以刚开始登记 他也不是一般纳税人 就是小规模 但是后来呢 他22年3月 或者说更晚一点 他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了 那么请问我成为一般纳税人之后 取得的那个镜像抵扣凭证 能不能抵呀 那当然没问题了 因为我已经是一般纳税人了 我算税就是销像减镜像的方法 那当然镜像可以抵咯 那你说我之前呢 我12月份啊 那个镜像能不能抵呀 12月份我也买了一些东西 也拿到了专用发票 可不可以做镜像抵扣呢 如果咱们按常识 按自己的想法 会觉得 哦那时候我还不是一般纳税人呢 那就是不能抵咯 可是不一定哦 这说了啊 说你这个期间 比如你3月才成为一般纳税人 那你12月期间 你没有任何的收入 你也没有按照小规模那种 减益征收的方法交货税 那么这个12月份 取得的那个相应的扣税凭证 我们可以在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后 取正常的抵扣 好吧 就相当于你那俩月呀 你就是一个这个静默契 你什么都没干啊 那现在这个票转过来 可以抵扣了 但是如果你那12月份 你有一些业务 你已经按小规模的方式计税了 那抱歉啊 那个期间的扣税凭证 现在就不能用了 不能在你成为一般纳税人之后 做镜像抵扣了 好这块简单了解一下 好那这样正向的 咱把这允许抵扣的镜像就说完了 接着来看看题目吧 首先一个单选题 某水果批发公司 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2年4月 从农民手中收购了黄桃一批 开具的收购发票上 著名收购价款2万元 马上来想 就是我们水果批发公司 收购了免税农产品 可不可以抵扣镜像 可以计算抵扣 那凭收购发票 或者是这个销售发票上 著名的买价来乘上9% 或者10%的比率 来计算抵扣好了 接着还支付了运费 收到了一般纳税人 运输公司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 著名价款500 这个当然也是可以做 镜像抵扣的咯 要凭票抵扣 专用发票嘛 那最后可以抵多少呢 两块分别考虑 首先就是农产品的 收购的这个买价 去乘上9% 因为他并没有说 这个收购来的黄桃 用于深加工13%税率的货物 所以我们就扣9% 如果你将来领用去深加工了 我们再多扣一个点 再有就是这个运费的发票 运费呢 就是500乘上9%好了 因为是一般纳税人的运输公司开的 那他适用的税率应该也是9% 这样来算就好了 那接着 咱们可以再稍微给他变个形 如果这儿我们收到的是 小规模纳税人的运输公司开的专票 怎么办 那抵多少镜像 如果是小规模的 那就是500乘上3% 当然前提是开了专票才能抵 如果小规模纳税人的运输公司 他要享受这个免税优惠 他给咱开了一张普通发票 那抱歉就抵不了了 好吧 所以这儿一定是运费的专票 才有低一扣的可能 而且得看是一般纳税人开的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开的 这都是咱们做提示后 要关注的细节 另外我这农产品到底有没有被生产领用啊 如果他给你多一句 说我们这个黄桃买过来 直接当月就领用去加工这个黄桃罐头了 那么你这儿的扣除率就得是10% 所以随机应变 再来看一个单选题目 某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二年三月报销员工上月的拆旅费 取得了如下票据 有境内的火车票金额合计3815 请问这块能不能计算抵扣镜像呢 境内的旅客运输没问题可以的啊 然后境内的机票行程单啊 这个票款合计是4905 然后机场建设费也就是民航发展基金 合计有100 那这个100算数吗 100不算数 因为这个机场建设费啊 它是不作为航空公司的计税依据的 那当然也不能在我们这儿啊 来进行一个进向的抵扣 但是行程单的票款本身是允许来计算抵扣的 那如果它再给你一个燃油附加啊 燃油附加也是要加进来的 接着还有境外的机票行程单 这个金额合计多少多少钱 要管它吗 不要 一看到境外我们就把它排除掉了啊 因为咱们的航空公司做这种国际运输啊 港澳台运输啊 这些都是属于零税率的范围 所以他们是没有交过税的 那自然付费方也是不能抵税的 好另外 著名员工身份证号的这些汽车票 合计是412 汽车票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住宿费 一般纳税人开具的专用发票 著名金额700元 诶住宿费 有专票能不能做进向抵扣啊 没问题啊 咱员工出公差哈 那这个住宿费票是可以做进向抵扣的 另外参安费 普通发票 著名金额560 那一看参安费的普票 这本身就不能抵 实际上吃吃喝喝 这些东西本身就不让抵进向 你即便是说你拿到专票 其实也不在抵扣范围之内 这个肯定是不让抵的啊 好问你当月能抵的进向是多少 告诉我们旅客运输的票据 均注明了旅客身份信息 其实在现实的实物中 你想想什么这个火车呀 这个飞机呀 他们肯定都注明旅客身份信息 都得需要身份证 好那这样咱们把这题目捋了一遍 基本思路已经有了 接着就是计算了 那这里边有按9%来计算抵扣的 有按3%的 还有像住宿费是按6%的 闷闷别类 咱给他算一算 先是境内的火车票3815 然后境内的机票形成单 这个是4905 他们都是9%的这个扣除率 所以直接拿这个合计金额 除上1.09乘上9% 好了 然后就是这个汽车票 汽车票呢 我们默认啊 提供这个公共交通运输的单位 都是选择了减一计税 3%来计税的 对这儿是除上1.03乘上3% 然后住宿费这儿 我们拿到的是专票 那就凭票抵扣呗 这个专票上著名的金额 默认都是不含税金额 还是那句话 我们要通过读题 来了解这个数字 到底是含税还是不含税 需不需要去做什么 价税分离 专票上的认为都是不含税的 那直接乘上住宿费 那就是生活服务 餐饮住宿服务是6%的税率 另外餐费不然扣 那能扣的就是这几项 项加之后 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结果了 另外有同学可能会说 这个我怎么觉得 旅客运输还有一些限制 记不太清楚了 还有什么限制啊 咱说了 著名旅客身份信息 这个员工 这是咱自己人 是吧 这儿都明确说了 员工 那当然就是自己人了 那如果他没有说是我们员工 而是说什么 我们请这个外边的客户 过来考察 那给人家买了机票 或者说我们请了审计师 来 我们请了一老师过来 等等 那这些个什么车票呀 机票呀等等 能够递镜像吗 当然就不能了 所以确实是啊 在我们的镜像抵扣里边 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 那每一个小点都会影响最终的计算结果 需要大家呢面面俱到 不要有遗漏好吧 那现在先多想一想 这样你在考场上才能快速的做出正确结论